這每個造價都好幾十塊 一定都差不多30塊以上 這些費用在哪 這數量很多 國民黨告示議員 集體召開記者會 拿出版團體文宣和小物 懷疑背後有神秘金主 甚至出現市價130元的敢洗手 項頭還印有66投票字樣 超過法定的30元 提高會選 但就被綠營的立委打臉 根本是栽贓 王定雲的臉書就寫到 國民黨丟臉丟大了 韓國瑜挺到事實不明 栽贓會選 網友揭露這是送愛社區 發展協會送的 而且沒有罷韓文宣 他們跟罷韓團體也不熟 痛批國民黨這出 根本是自倒自演 從來沒有出現過 敢洗手這樣子的物資 那我們發放的東西很簡單 就只有貼紙 旗幟 海報 還有罷韓垃圾袋 我們的文宣 所有的民眾都可以拿得到 拿到之後 大家去做什麼樣的處理 我們沒有辦法知道 罷韓團體跳出來表示 為什麼議員會扯出文宣中 假有敢洗手 他們也覺得莫名其妙 不過邱宇宣則態度強硬 說自己絕對站得住腳 罷韓團體說我們是偽造 我覺得我既然敢去跟法院提告 代表我一定有所本 而且我們也去男子分局做筆錄 那也會有相關的人證跟市證 我覺得他們才要自己去扪清自問 到底是誰這樣子做的 雙方各說各話 130元的乾洗手 背後到底是不是有心人操作 變成羅生們 藍營議員現在也已經提告 罷韓團體有沒有涉及會選 恐怕也只能交由司法來理清 記得高雄綜合報導